带您品尝美食 今年苗栗公馆借菜栽种期 天后家产量稳定 农会最近是马不停蹄的 向农民来收购来加工腌制 经过三个月纯手工 第一颜发酵制成 第一批新鲜的酸菜已经正式上市了 天然甘甜不死咸 绝对是过年菜肴不能错过的经典食材 全程手工制作的酸菜 在农会员工细心切割挑选之下 完成真空包装准备上架 公馆乡农会出产的客家酸菜 强调腌制过程完全不用桑筋 防腐剂 是以纯手工古法制作 好品质深受消费者好评 最近加工厂也紧锣密鼓赶工 让民众吃到最新鲜天然的酸菜 鸭肉煮酸菜其实也蛮搭的 那我们这边就是包装后面 其实还有一些创意料理的部分 那就请消费者参考一下 我们这里有干菜鸭肉汤 或是说我们有一些是可以炒面肠 或是说这里还有可以煮花生肉丁 这些创意的料理 大家都可以尝试看看 今年栽种齐天后家 公馆借菜产量稳定 预估可制作三万斤的酸菜 为了落实食安及养生理念 食品加工厂近年也陆续调整 颜度比例 让消费者吃得开心又健康 我们在10月中开始就研制 那最近陆陆续续包装 那今年因为其实10月以后 生产的芥菜品质会比较好 气温冷凉了以后 对芥菜的生长很好 那我们这次去做农户的 那个芥菜品质都很好 那我们其实都最近的制程 都是采减盐的方式 大家消费者现在慢慢有 健康养生的观念 所以我们这个是天然发酵的酸菜 酸菜香气阵阵扑鼻而来 加上真材食料 吃起来酸脆又回甘 目前陆续包装上市 香品尝的民众不妨前来门市选购 冷藏保存六个月 过年送礼自用两香仪